泰殿案入监的孙道存 胡红九 今天下午近三点有警被车送进台北监狱 二入一规定做新手检查 两人都冲病也都带药物入监 北监特约医师检查后 任胡红九病况较严重 先发病射 孙道存经检查未达严重程度 一规规发新手舍防疫医射 至于两人攜带的药物 北监医师将检视就医记录和处方间 确认无误后才准许两人服用 北监指出两人收监后情绪平稳 都要求被收容人代号保密 入监的第一餐和所有收容人一样 三菜一汤 包括有鱼丸 炒窝具 鲜索鸡和海带汤 两人似乎都没什么胃口 吃得不多 北监表示 胡红九先入病社会再观察 如果病情没改善 日后再由特约医师评估考量 能否保外医治 至于孙道存也称病 北监也会观察评估 是否让他入病社 太电案入监的孙道存 脱报器资料照片分享 太电案入监的胡红九 脱报器资料照片分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